新闻暖暖包 我们知道听众朋友是不是曾经想过 那么在我们今天新闻暖暖包单元当中 我们要访问的就是常年关心成人自闭而权益的 新兴儿社会福利基金会 我们今天要访问的是基金会董事长林美淑女士 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在我们基金会当中的一些故事 董事长您好 你好 胡小姐您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是 董事长我们知道这个新兴儿社会福利基金会 我们关心的是这个成人的自闭儿 那为什么当初会想要成立这样的一个基金会呢 我想我们自己本身我是家长 然后在可能28年前我们曾经因为孩子在小的时候 就因为求助我们 所以我们家长就组成了一个高雄市自闭症结金会 是一个家长组织 今年差不多十几年以后发现我们孩子已经慢慢长大了 然后可是孩子好像也没一个着落一样 就是没有一个去处 就是好像也不晓得未来他们怎么走这一个后半生的路 那就是我们那时候就很急急说 怎么办 我们已经努力了十几年 孩子我们本来是期待他会好起来 结果好像没有好起来 所以变成说 眼看着孩子就是未来如果长大以后的问题会那么大的话 那我们如果没有一个组织继续为他们服务的话 那可能就是让我们很难想象我们孩子未来长大是什么一个样子 因为父母亲还是会年纪会渐渐的长嘛 对对对那个是必然的 对不能一直在他们旁边帮他们就是了 对那当然是孩子小的时候 我们都以为我们孩子长不大 我们也不会老 是不可能啦 对那其实那个很现实的 对 那慢慢长大以后 看着我们渐渐老了以后才发现 我们曾经推动了一些政策 并没有办法期待说 能够完全交给政府来安置他们 所以我们就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 然后意识到说 未来的孩子的路可能很难走 所以我们就集结这个资金 我们也是这些老家长就直接的资金来 就是成立这个基金会 因为是为了这个孩子病症的孩子长大之后 他的一个生活上 他的出路的一些安排就是 对对对 就是他的后半生看怎么过这个日子 那我们就是希望说我们父母还在的时候 还有一点力量的时候 那我们可能会设想 为他们设想 为他们 预备好道路 对对对 就是开辟这一条路 让他们可以 让他们能够安养 偏年这样子 那实际上因为我们是看着过去这些孩子 就是在不知道情况说 这些孩子他还是残障者 然后他变成一个街头的流浪者 或者是一个被歧视 被欺负的一群的时候 其实在我们的成长过程 是看到蛮多这样的个案 所以想到说原来我家有这样的孩子 我未来是不是 未来也是一回子 变成这样的一个处境 所以真的是很担忧 那我们就说 这加上我们意识到这个 有这个必要性 那我们就成立这个基金会 希望说为了他未来的成人以后的 这个人生道路 能够开辟一条 他们我们觉得可以 觉得比较顺畅的 或者是在有点尊 有他的尊严 然后有整个社会可以接纳他们 然后就是说 可以跟一般人融合 能够在一起生活 是是是 所以才会有这样的一个 基金会的成立 那其实我们知道 这个自闭症的孩子 可能那时候也许他小 那有一些比较暴冲的行为 或者是说比较不理性的行为 所以可能还有家长在旁边 但是成人的自闭的朋友来说 他们的这种一些症状 会不会跟一些小朋友 比较不太一样 他们如果说是在将来 比如说要出社会就业的话 或者是说交友的话 这些是不是都还是 会有同样的一些困难 还是说他的困难 是不太一样的呢 我想那个自闭症的问题 就是说他因为他那个 整个情况就是可能 也有很聪明的 很高功能的 然后也有很低功能的 就分了好几集 是 可是如果是说 在他很小的时候 在那个学历前 如果父母很用心教导的话 那有些孩子是被启发 被开发的潜能出来的 然后有些可能是他 小时候也是会暴冲 或者情绪问题也很严重的 可是因为父母很认真 然后知道怎么教 他有方法 那这个孩子 其实他的发展会 比较稳定一点 那也许他可能是 以前很重 可是他长大以后 还有一点工作能力 也许他还可以就业的 可是因为自闭症的孩子 他很多的情绪问题 有时候在小时候 那父母也是在 不知道情况之下 就是没有在 很小就能够 投入很多的心力 在孩子身上 然后就是用一些 比较一个那个 专业的技巧 能够让他改变 有的是说 可能是很聪明的孩子 可是他的情绪一直存在的 那会因此而到他成了以后 他就有很大的困难了 那我们这个就分了很多集 那当然是有的 比较重度的孩子 他很努力教 可是他也许他是稳定而已 就是说他情绪稳定 可是他一样没有工作能力 因为可能他的智商 就伴随着智能障碍的情况 可能又更重一点 那这个就没有办法 或者是甚至于 他根本没有办法发展语言的 有些孩子 其实我们有蛮高的 高比例的孩子 是百分之 差不多五十几 早期就是五六十这样子 语言一直没有办法发展出来 然后他没有办法跟人家沟通 所以他变成 他的沟通的性质 常常用肢体语言 用情绪 然后就是用那样子 一个非理性的行为 来表达他的需求 那变成说这样的孩子 其实就是在照顾的部分 成人以后 其实是 不是累坏的父母而已 这是累坏的 就是我们照顾的工作人员 哦 是 那就是像那个 就是照顾起来是非常清楚 而且那我们叫做 严重行为问题 哦 那就这个部分的话 其实我们因为我们有收容的 就是在日间的部分 有收容的这样一部分的孩子 就是很中毒的 那个难度就非常的高 甚至于有的还要用一个 老师就雇一个孩子 哦 是哦 所以就是基金会这边 对于一些 可能没有办法 有部分工作能力 或者是社交能力 或沟通能力的这些 自闭症的这些朋友 对 他们可能就必须要到 我们所设立的另外一个 比较特殊的机构 就是我们有照顾中心 那我们是基金会 整个时候是以这些孩子 当一个比较优先要 考虑要照顾他们的 因为他们就是不仅造成 他家庭的问题 父母那个心力交瘁 常常可能会 因此他照顾起来 就很疲累以后 他有时候常常会有 不理系行为 可能也许想要去自杀 是是是 悲剧发生 悲剧发生 很多的悲剧 就会因此而发生 所以我们当时是 以这些中毒的 做一个第一 优先的考量 所以我们就设立照顾中心 我们就是目前 有两个照顾中心 在全台湾 我们甚至是最早 设立这个照顾中心的 以中毒为主的 那这个就是非常的挑战性的 是 董事长在我们这些 就是收容的 这两个中心当中 年纪最大的 目前看来是几岁的呢 都有的快要40岁了 到40岁了 你是算是 因为10几年 壮年时期的 这个自闭症狂 对对对 那已经可能有 他们如果以他们的 这种连累 慢慢要走上 走上那个衰老的 就是那个父母 又有的七八十岁了 对对 有的快80岁 所以非常非常的忧虑 所以说 哎呦怎么办啊 一般的他的手足 可能是结婚去 尤其是女的就结婚 就出去了 那当然是这个 爸爸妈妈老 妈妈这样子 陪着这个孩子 这样过日子 是 那有时候 你就看着就很心酸 那如果是在家里 他又有行为问题 父母受折磨 其实我们也有很多家长 因为长期的折磨 到最后这个年龄 他会有忧郁症 还有癌症 那蛮高比率的 是是 今天非常谢谢 新兴儿社会福利基金会的 林美淑董事长 在单元当中 跟我们听众朋友 分享了我们基金会 所关心的 有关于成人 自闭症朋友 他们所面临的一些问题 我们会在下次单元当中 继续和林美淑董事长 再来聊一聊 我们成人 自闭症朋友 他们所希望 社会当中 大家的一个 关注的地方 以及他们希望 获得的一些协助 今天非常谢谢 董事长 谢谢